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所敲的秘密都可以由笑去解释给什么 最终真正去执行的是谁 是内核 对吧 不是内核 而我们的笑是用户和内核之间的桥梁 或者是解释器 到底怎么使用笑 我给大家讲过有两种方式使用笑 是吧 这个发音有问题 我这个有时候说笑有笑 应该是笑对吧 差不多 有时候说笑是共享的意思 sjare共享 好 那么这个笑有两种使用方式 这两种使用方式 对于我们作为无论是作为Linux运维 还是作为云议算来讲的话 这个都很重要 一种是 命令行的方式就是去敲命令 对不对 那么敲命令很重要 因为很多有些工作 还是使用命令的方式去实现 对不对 但如果我们要去完成一些复杂的一些工作 那这个时候更多的不是笑命令 而是干嘛 而是使用脚本的方式 我再次给大家强调脚本没有吗 无论是今天我们要准备提到的shel脚本 还是我们在后面讲到的python脚本 对吧 脚本的效率无疑是最高的 当然不能说脚本是最高的 脚本相较于哪个 命令最高的 那我们在后面还要通过python去开发一些 界面化的东西 那个肯定更加高 是不是 好 那总之我们说说的是 如果说你要想管理系统 你最终都要到达哪个层次 到达通过脚本管理的层次 大家应该有意向 我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带大家简单的去创建了一个文件 然后一个shel脚本 快速去批量创建账号 还记得吗 这就是我们shel的一些优势 那么在使用shel之前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 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个兼优的bashshel bash只不过是众多shel当中的什么 一种 没有吗 那我觉得呢 我们也不要去研究别的种了 OK 你也没那个精力 我们把bash搞好的话了 这就可以了 因为你的人生当中 以后可能就是SendorS陪着你度过了 是吧 你也不用去关注别的别的产品 所以呢 就像我原来使用那个iX系统的时候 它的shel就不是bash 是一些商业的shel 那这个我们 但是我我当时在使用iX时候 我还可以装一个bashshel 啊 因为bashshel有它的一些特性 对不对 那么无论是哪种shel呢 既然是mini行的方式 那么肯定这个mini呢 是有规则的是吧 mini选项和参数 还记得吗 这三者之间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空格 是不是有空格 一般的这个选项 是一个小杠或两个小杠 是不是 另外关于这个参数 我这边说一下 比如说ls跟 这是不是当中有空格 这样写肯定是不对的吧 ls跟 或者是我们后面再加一个 或者再加一个 各位 现在是几个参数啊 ls是看的 如果说不加这几个参数 看的是哪的内容 当前目录吧 那如果加了这三个参数 看的分别是跟下的内容 看的是什么 跟下的home 看下的看的跟 看的是跟下的什么 布的下内容吧 这是三个参数 没有吗 所以看的是三个地方 注意到了吗 看跟跟下的boot 还有跟下的什么 home 那你要是在这加一个所谓的 空没有空格的话 那这个意思是不一样了 这个表示看的是 这是几个参数现在 两个 一个是跟 一个是跟下的home 目录下面的什么 布的目录 实际上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存在 你懂吗 所以你看不了 这个报错了 最后是报错 con con 然后access 然后home 下的boot 这个目录 对不对 好 这一注意 那 然后我们当时给大家也特别的讲到了 我们说这个bash shell的一些特性 一些重量级的特性 比如说第一个补齐 对不对 好我们在当时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补齐 当然这个补齐呢也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就是你敲英文字幕敲的比较不错啊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敲的东西是唯一的 而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Cindle S7里面的补齐已经做到了非常的炫 是吧 非常的极致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模式 哎 再问一遍 这个目录里面放的是网卡的配置文件 虽然说我们还没有提过是吧 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是什么 网卡的配置文件 但是这种命名规则已经现在大家看到已经什么 改了吧 其实在6 6里面以前的命名规则 第一个网卡就是ETH0 第二个网卡就是ETH1 没有吗 但是在7里面是不是改了 各位这种修改 虽然说有友善的一面 但是这种修改 为我们很多自动化的操作带来了什么 带来了不变 所以我想说的是 尽管你们现在看到的还是那个guest的EN什么什么名称 但是我们会通过一种手段把他什么 改回来 能听懂吗 甚至我们以后在装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定义他使用什么 这种方式 能听懂吗 好这个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补充一下 补充这个知识点 另外 关于启动这些服务 这个我们没有给大家说一定要大家去了解什么的 我只是借用这个命令来告诉各位什么 可以补齐 好 另外除了补齐以外呢 就是快捷键是吧 对了 这里说到补齐呢 我再说多说一句 大家尽量什么 在一开始敲一个路径的时候 尽量一开始只敲那么两到三个字母 好吧 然后尝试去补齐 如果补齐的话 可以再敲一次table键 明白 好 第二个是什么 快捷键 C C我们用过吧 比方说去聘一个主机的时候 它不会结束啊 那我们可以使Ctrl C来中止是吧 Ctrl D相当于Exit 退出 Ctrl L也经常使用清频 Ctrl A将光标移动到什么 前端 Ctrl E移动到什么 后端 往前删 往后删 搜索历史命令 利用关键词 还记得吗 今天早上那个周琛 我就让大家搜了一下Cherry这个单词 这几个字母是吧 一搜的话就搜到了曾经用过的一个命令 对不对 另外呢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 out加点 或者是ESA什么 空格点 他们都等价于 他号Dollar 表示使用 上一个命令的什么 最后一个参数 这能明明吗 各位 那比如说各位看一下这个文件 开完以后呢 Cat 然后ESA 然后空格什么 不是空格 ESA 然后松手以后按一个点 我可不是让你输一个ESA 再输个点啊 点确实是输 在ESA是按 能听懂吗 那么对于历史的这个应用呢 我们除了光标上下键 可以去翻出历史命令 Ctrl加R是不可以搜索历史命令 他后可以去什么 执行某一条历史命令 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 你怎么知道220条是你想要的那个呢 能听懂吗 啊 所以呢 这个可能先是看了一下 History去看了一下 是不是 好 这几个事例大家都练过吗 好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注意这是几个参数啊 再问一遍 哪个是最后一个参数啊 HOME 所以下面我cd到他号Dollar实际上指的是什么 跟下的HOME吧 那再问一下 这里面有几个参数啊 最后一个参数是啊 跟下的HOME 我创建了一个文件 这是在哪创建的呀 跟下的HOME要创建的吧 好 另外呢 我system restart crownD 然后我又执行了一些什么 其他不相干的命令 明白吗 我探号S 是不是就可以调出最近一个以什么 S开头的命令啊 去执行 这能看多么各位 好 当时我记得我们讲到了别名就没有讲了 是吧 没有讲下去了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理解上有点困难 所以就没有讲下去 好 各位 别名给你们一个什么感觉 别名给你们一个是不是比较简洁的一个一个方式啊 那例如我们创建的一个天云的命令 它其实是什么 这条很长的命令对不对 好 那当我们进入天云的时候呢 其实就进入这条命令对不对 当然在笑下面做的这个别名动作是明实的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笑关闭 这个笑程序关闭 我们再打开一个笑那属于一个新笑 新笑对不对 那么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那里面吗 好 那还有一件事情呢 我们看一下就是就是这个我们平常大家可能如果说我们去去敲ls-l感觉是不是挺麻烦的 但是我们可能会敲一个什么 ll 其实根本就没有ll这样一个命令对不对 而有一个什么 alios是查看当前的别名 因为有一个别名叫什么 叫ll 所以我们敲的ll实际上是一个别名 这个别名不是我们造的 是谁给你造的 系统给你预先收好的吧 另外呢 我们再说一遍 这个地方我做一个小补充 你就明白了 大家看啊 那如果我敲一下 b下的ls这个命令 看到了吗 这个ls就是我们用的ls吗 那么我们敲b下的ls的时候 大家发现没有颜色吧 那如果你后面加一个杠杠什么 color 那有颜色 那是不是多麻烦呀 你感觉是不是挺麻烦的 那也就是说 好给大家重新在这写一下啊 你说如果说你敲的是b下的ls 你发现根本就什么 没有颜色 那你未来有颜色怎么办 b下的ls减减 color 这是我们使用的ls 如果这样使用可以 但实际上我们平时有没有这样敲呢 我们有没有敲减减color呢 我们敲的是ls 但是实际上什么 有颜色 对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使的ls实际上是ls减减color的别名 看到吗 所以这些都是 这都是什么 看都是别名啊 真实的ls在哪 在b下的ls 或者是在什么呢 你看 type-als 一个是b下的ls 一个是什么 usb下的ls 也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系统当中有几个ls 有几个ls 有几个ls 有三个吧 你看 是不是有三个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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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但第一个是什么 是别名 是别名 各位看到了吗 第一个是别名 而我们在敲入ls的时候 你看 如果你这样敲 那表示使用的哪的ls啊 啊 对啊 这个很明确吧 那如果说你这样敲呢 usrb呢 那表示使的是这儿的这个ls程序 对吧 那如果说你这样敲呢 那各位 你这样敲 你有没有明确指令 是这个ls还是这个ls啊 没有 那么它使的优先是什么 别名 因为一共有三个ls 我们通过type-A看到 系统当中一共提供了三个ls 其中一个是别名吧 所以别名是什么 UCN的 刚看到了吗 下面我们看一个非常重要的视力 这个视力呢 这个视力可能咱们今天还不是特别理解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这边录视频的嘛 对吧 来 大概我说一下 看啊 我将etc这个文件加 听懂了吗 你先不要敲啊 然后我考到哪去 tmp里面去 这是第几次考贝 这是你人生中的 这是你人生中的什么 第一次 明白吗 然后紧接着呢 再考什么 第二次 好 那么考第二次的时候就会遇到问题 为什么 大家能想到为什么有问题 那已经什么 有了 所以他会提示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呢 是你们以后经常会见到的 叫overwrite 覆盖吗 overwrite是覆盖的意思 明白吗 覆盖吗 yes 覆盖吗 yes 覆盖吗 yes 这个时候你觉得你想死的心 能有 因为可能有上千个文件 难道你真的要yes一路到底吗 能听懂我说的意思吗 嗯 好 那现在我们不想执行呢 怎么办 告诉我怎么办 Ctrl C 这个交给你们啊 好 那 是这样的 你们是不是希望那个考过去的时候 自动会 自动会覆盖啊 这里呢 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Copy命令有两个参数 这个挺挺恶心的 一个是什么参数呢 一个是-i ok 一个是干什么 f 今天先大家认识他一下吧 刚才表示什么呢 我们叫-i interactive -i 什么叫interactive呢 专一术语叫交互 有人知道什么叫交互吗 你叫什么名字啊 周琛 你多大 25岁 你能不能自己一下说完呢 对吧 你过自我介绍自己说完对呗 交互就是那种 一问一答 都不要脸这种看 交互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遇到那边有相同的怎么办 他会问你 然后你答呀 能听懂吗 那么另外一个命令叫什么呢 -f 叫强制 强制就是意思是 如果遇到相同的怎么办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你党杀你 ok 能听懂我意思吗 那你你现在你说我们要用哪个参数才对呀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用了呀 我用了呀 你要敢用刚哀 现在这就是刚哀的效果看了吗 如果遇到相同怎么办 这位一定会问你说 哥们覆盖吗 兄弟覆盖吗 能听我说意思吗 你现在我问的是希望交互还是还是直接不交互 那那那那那怎么办 用哪个参数 不好使 所以说这里啊 大家可以想可以想象成什么 f 这俩像夫妻一样 f呢是蓝的 i是女的 蓝的间的女的 是女的的 就是f间的i 不好使 能听懂我意思吗 他不好使 那我们也没有用i啊 嗯 那这里就要说了 重点来了 在你看来有几个cp 有几个cp 同志们 三个 那你使的cp是啥 所以说你加不加-i 那都是给你送给你的 看到吗 所以实际上你使的是哪个 cp-i 所以说 只要遇到就算你加了什么玩意儿 哎 我天啊 不是这不是我的 站什么站 这是这是王冰冰的 王冰冰 王冰冰刚复制了一下好吧 行那就当当送我这个吧 是这样的 我这个vnc软件有一个毛病 就是 你们复制的我也能摘 所以有时候我发现什么 我本来想沾A 结果你们复制的是bcdfg 我很痛苦啊那种的 我当时使这个vnc软件 我当时那天不是换了一下吗 那个软件可能没有这个问题 好我想说的是 我们使的是什么 我们使的cp 其实是什么玩意儿 想摆脱他的魔咒怎么办 二 你有好几种方式 一种就是用这个秘密 用这个秘密 或者是直接跳过别迷 看到吗 哪种 你能听懂我说的意思吗 要不你就使什么命令 你明确指定根下的usrb下的cp 能听懂吗 就是你明确说 说哥们 我们就使用什么 usr下的b下的什么cp 各位这个有没有识别名 有没有 那是不是就没问题啊 看到吗 或者是使用什么b下的cp 是不是哦对不起啊 什么根下的什么b下的cp 是不是也没问题 那这么cp行不行 自己看一下 为什么不行了解释原因吗 因为我们有一个cp 是cp-i 而他是一个别迷 而别迷是优先的 所以呢怎么办呢 跳过别迷看到吗 有时候说这这这系统什么设计 挺不要脸的 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这么设计吗 怕你犯错 看到吗 随时不给你敲个警钟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敲个警钟 玩游戏抓住两次开除 我说的是真实的啊 看小说抓住两次开除 我知道你们现在没有看也没有玩游戏 但是我给你敲个警钟啊 cp-i也是啊 cp-i就是给你敲个警钟 就告诉你 你的权限太大了 你是root 没有吗 你要是不小心覆盖的话 是不是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给你来一个小门槛 一般情况 如果我们就一个文件两个文件 请大家还是按外表示什么 确认一下这个保险一点 特别是在什么 生产环境上面 因为你这个这样的做 是不是连连什么 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啊 实际是不是就 而且你是什么账号 自己看看 网入的有 啥权力都有吧 如果说你是个普遍用户 就算是 你想覆盖 也可能你根本就没有那样一个什么 能力能你懂吗 好这就是CP 这就是那个别名的意义 能你懂吗各位 好 所以别名可以给我们什么 别名整体来讲还是什么意思 还是把一个复杂的命令简单化 能你懂吗 这个别名啊 他可以 他和我们这个不一样 我们这个命令叫天云是吧 其实用的是这条命令吧 那别名呢 他完全可以和什么 原来的命令是 相同的 都叫LS 或都叫什么 都叫CP 但是不同的是 别名是什么 优先的 好 刚才给大家讲过 这个别名指在哪生效 这个别名指在哪生效 指在当前是要 你把这个是要一关 别名是不是就 没了 你看 那举个例子啊 我现在造一个别名是吧 造一个别名叫什么 叫羊 其实呢 它是哪个命令呢 是data 挺有意思吧 那你敲一个羊 羊是看时间的 是不是 那我现在把这个窗口什么 关了 其实就是把什么关了 把这个shel关了 再打开一个窗口 那么意思就是打开了一个什么 新shel 那么我们再看羊 是没有了 能听懂吗 那想不想永久的呢 永久的话是这样的 我们下面呢 将认识一个 先认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先给大家打个照面 这个文件是谁 这是我们shel的 配置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每次打开shel的时候 shel会去干嘛 读这个文件 能听懂吗 EDC下的bashrc文件 是我们shel的 配置文件 应该是之一啊 之一 你每次打开一个shel 它会去读这个文件 能听懂吗 会读这个文件内容 好 所以 那我们怎么办 在这里面 把我们的别名 给它干嘛 灌进去 是不是可以了 自己看清楚 我们就怎么怪呢 我们打开一个 Gedit 像机士本一样的东西 打开etcr的bash是什么 rc 看到了没有 然后我们可以到最后去 这里面同样 鼠标也是意义不太大 但是可以有 这个是 我们在最后加一行 什么一行 比如说 alios 你看打对以后 颜色变吧 别名叫羊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theta 听搞笑吧 这个 对不起啊 我们保存在这吧 好 那我问一个小问题 现在有羊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 只有打开笑的时候 才会读这个文件吧 而我这个笑已经 没有吗 就相当于 新员工 有这样一个福利 但是你已经是 那你可以离开再什么 重新入职一遍 这个时候 就会有羊 这个迷你 看到了吗 那你怎么怪 好 怎么样 你没记下来的话 没关系 视频可以 你在做笔记的时候 还是快速的记一些关键性的笔记 我不千万不要把我的这个笔记抄一遍 好吧 这个没必要明白吗 这个抄一遍 你们又不是复读机啊 抄了玩干嘛 就是复印记也抄不了这么快啊 你们要记的是一些 就是我讲过的一些要点 可能没有出现在笔记上的一些点 都听懂吗 好 这就是我们关于是要的一个一个什么一个回顾 等你懂吗 等你懂吗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